八棉海鲜出霞浦 讨小海 捞海鲜 煎炒烹炸 净咸海鲜本色 山珍海味 虾蟹虫辉 海量吃法令你垂涎欲滴 敬请收看小飞主张 霞浦夜市 福建霞浦拥有着长达505公里的海岸线 以生产海鲜而出名 这里仅鱼类就有700多种 贪图生物200多种 是名副其实的海鲜美食天堂 每当夏夜降临 霞浦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陈秀静在霞浦县文旅局工作 从小生活在霞浦的他 对霞浦的美食颇有研究 今天秀静带我们来到的第一站 就是霞浦三沙镇 杨老师 这里是三沙镇 跟海南的三沙市同名哦 是的 三沙港也是全国有名的五大鱼港之一 所以海鲜的种类非常的多 那海鲜肯定很新鲜哦 对 特别新鲜 因为呢一上岸就到这 所以呢都是一手的 都是大海鲜 位于福建峡浦三沙镇 东北角的古镇港 是著名的深水两港 港内风平浪静 可停泊数万吨位的轮船 这里的海鲜不仅鲜而且大 这个是马面鱼 哦 这个是马面鱼 对对对对 长得像马鱼 对对对对 那这个是深海的红带鱼 我们叫红带鱼 我们常规的带鱼都是白的嘛 那这个是红带鱼 对 这是深海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海螺了 还是活的 对对对对 还是活的 还在呼吸 对对对 你看它一动 我们缩进去了 然后这是东海的大白鲜 哦 白鲜 对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深海的九节虾 很野生的 你看一只手才这样 一只都有差不多半斤重 就是从船靠汉 到我们的嘴里 可能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吃到 所以它是第一手 最原汁原味的海鲜 在虾谱 海鲜的制作 多以清蒸白灼为主 最大限度体现了海鲜的本味 虾谱的小吃品种也有很多 闽南湖 鸡卷 九层糕 喜饼 炸鱼块 面茶糕 甜角 鸭蛋糕 鱼丸 都是虾谱的特色小吃 鸡卷也叫鸡脖子 外皮金黄 内心香嫩可口 更引起唯妙唯笑的鸡脖子形象 讨人喜欢 闽南湖 在侠谱当地也叫下南湖 是一种类似于大杂烩的菜片 早期迁居来侠谱三沙镇的闽南渔民 把这种烹调方法带到这里 所以把这种食品名为闽南湖 非常的鲜香 软嫩 这里边又有山珍 又有海味 说到侠谱海鲜 那就不得不提著名的太康鹿大排档了 这里是每一位来侠谱的人的不二选择 这里聚集着超多海鲜排档 可以货币三家 不少店都是营业到凌晨的 啤酒海鲜烧烤尽情享受 这个我们小五的碎螺 还有这个鹿螺 这个是锅背 锅背 是一种背格类的 背格类 胶石上才有这个 一般的这个很少 这个是锅铃螺 八年海鲜出侠谱 遍地的海鲜大排档 证明了侠谱海鲜实力不容小觑 在侠谱的大排档 万物皆可葱油 将飘香的葱油淋到超水或蒸煮过的海鲜上 葱油的香味并不会抢了海鲜的风头 却能带出它深层次的鲜味 加上一点鲜酱油或齿油 丰富海鲜的层次 丰富海鲜的层次不至于过分寡淡 葱油渐称子 葱油小白章都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一只都是三十五块 一只三十五 对对对 但我看有大有小啊 但是现在这个大的还没有小的好吃 我们侠谱人都是喜欢的按小的 三只小白章顶上一头羊 小白章别看它个头小 但营养极为丰富 是煮汤或刺身的好材料 侠谱本地人都喜欢用它拌酒顿 整只整只吃 比较霸气的一种吃法 你看我们喜欢吃小个的 比较嫩 对比较嫩 您看一口一个 特别有嚼劲 一口一个 太霸气了 您看 多下去了一天 对 它里面有这个囊汁 有点黑 但是特别鲜 对 非常鲜美 在夏浦 大黄鱼也是夜市餐桌上的一道 不可缺少的美味 在我国 每十条大黄鱼中 就有六条来自夏浦 所以在夏浦 黄鱼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 通过煎炒烹炸溜会等传统烹调技艺 把大黄鱼的独特魅力全面展示出来 也将黄鱼不同部位的鲜嫩口感淋漓尽致地表达 起码有七八十种 黄鱼做的 对 单单黄鱼的有七八十种做法 黄鱼不仅鱼肉现象 黄鱼的鱼籽做菜也是一绝 在这家大排档 红烧黄鱼籽是美桌时刻必点的美味 鱼籽的干香配上红烧的酱料 口味十分浓郁啊 黄鱼老师 我们的海鲜有两大特点 一个是种类非常的多 另外一个是味道特别的鲜 所以霞浦也被称作是千鲜之城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一种的话 换着花样三年都可以不重样哦 近年来 霞浦县 长春 三沙 西南 北壁等乡镇 不少养殖户 开始发展生蚝养殖产业 目前霞浦县生蚝养殖规模约11万亩 生蚝养殖已成为霞浦又一新兴养殖产业 生蚝也成为霞浦夜市上一道绝佳的美味 这个黄鱼 然后这个活手 还有那个盐菊鱼 还有生蚝 因为我们那边有海鲜嘛 这边就只是口饮比我们那边鲜 生蚝的快点又大 而且非常干净 你看三倍体直接可以生吃 做一次生 大生蚝所以叫好 小点叫母艺 生蚝的做法在霞浦的夜市上有很多种 白灼 清蒸 生吃 但最常见和最美味的做法就是蒜蓉生蚝 这种做法最能激发出生蚝的鲜香 蒜蓉生蚝 这道是清蒸生蚝 这道是缩子蟹蒸年糕 这道是盐菊无损鱼 特别今天要跟您推荐的就是咱们霞浦的这个生蚝 因为我们霞浦的海域它的海水咸淡至中 然后无有生物多 然后生蚝吃得饱了 所以它的肉汁就回味 回味甘甜 霞浦虾苗肉是用虾苗酱煮出来的 虾苗酱和宁德的AI酱 五顶的带溜有点类似 很多人都好这口 说是本地人的下饭神菜也不为过 颇有些当地版老干妈的意思 对 它有点咸浓郁的鲜虾的这么一种味道 这个灵魂就是它的这个虾苗酱 我们这个虾苗酱的制作 它是很讲究的 一般就是每年小鼠跟大鼠 这两个节气的前后一个月 就是制作我们这个虾苗酱最佳的一个时间 虾苗肉的做法并不复杂 首先选用新鲜的五花肉 煮至断生 洗净后 切后片备用 加热油 放入香叶 八角和特制的虾苗酱 固定地翻炒之后 加入切好的五花肉 倒入少许高汤 鱼露和白糖 大火烧开后 让虾酱的味道慢慢融入五花肉里 这时候火候的控制就是关键 带汤汁完全浓稠 虾苗肉装盘 搅上浓稠的虾苗汤汁 一道色香味浓的虾苗肉就做好了 你看这肥肉完全不油腻 而且入口即化 这个瘦肉也非常的Q爽 有嚼劲 海鲜大排档是虾浦夜市的最强代调 每家排档的大型冰柜里都会摆满各式各样的海鲜 从鱼到虾 从屑到背 应有尽有 那这个就是跳跳鱼啊 对 这个是长在滩土里面的跳鱼 它还会爬树 还会动 还会跳舞 是吗 对 还会飞 跳跳鱼不光会跳 是吧 对对 但是我看它在里面是一个没有在滩土上 是吧 对 所以跳不起来 对对 在水里面 在我们肝里面就跳不了了 要在滩土里面 跳跳鱼是霞浦闻名霞尔的滩土小海鲜 它平时依靠发达的胸肌匍匐或钓跃鱼滩土上 等退潮时在滩土上觅食 跳跳鱼在霞浦夜的餐桌上有很多种做法 因为它的活动量比较大 所以肉质很鲜美 这跳鱼的做法非常多了 比如我们当地人来炖酒 是吧 然后拿着豆腐拿着做汤 然后拿着醉的做法 醉的做法跟其他做法不一样的 然后拿到里面用料酒 然后生姜末 什么的 拿到里面给它醉了三五分钟 醉的做法 它首先要拿着醉 醉了里面把里面的泥水全部添出来 霞浦的滩土上除了明星跳跳鱼 雪也是滩土上的大明星 我们这个叫红熊 是吧 叫红熊 对 它的对比呢 它是抹的 带黄的 对 这个红熊就是青蟹 当地叫青蟹 对 当地我们叫红熊 你们所叫的叫青蟹 对 那还有菜蟹 菜蟹 它这个没有带黄的 它这个没有带黄的 这个是青蟹 公的 这个是母的 这个是母的 那等于是母的叫红熊 公的叫菜蟹 对 对 对 八宝红熊饭是一道 福建特色传统名店 以红熊为主 再加上鸭肉等八种调料 与糯米一起蒸熟而得名 口味咸鲜 软糯 香醇 独具同味 老板告诉我们 在瑕浦的大排档吃海鲜 不仅价格实惠 而且还会遇到不同的优惠活动 今天在这家店就遇到了 和中国有储银行联合推出的优惠活动 你在这边消费200 来 我们有抽奖 一人奖是500的 是一名的 二人奖是300块的 三人奖是5名的 来 100块的 哦 那就真正的给他现金券 对 现金券 为了助推业经济活跃起来 让业间消费场所多元化 消费业态多样化 瑕浦当地一些金融机构 也在群策群力想办法助推消费 为了刺激瑕浦经济的发展 然后也进一步促进商户跟企业 快速恢复生产 所以我们有抽一下 希望通过一些优惠活动 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的优惠 然后延伸有温度的金融服务 在瑕浦众多贪图海鲜里 有着一种很特殊的味道 是很多挑嘴时刻必选的美食之一 海鲜是我们探路上的一种海鲜嘛 在很早以前很多人没有发现 它的营养价值 到最早把它拿去钓鱼啊什么东西 后面慢慢人都发现它的营养价值 现在使用这海鲜蜜的人很多 我们以我们侠捕的一种方式去烹饪它 就把海鲜蜜过完油 拿去跟韭菜蛙合在一起炒 口感非常酥脆非常焦香 来我们这边基本上多多客人必点了 来找油来往就没了 如果你觉得海鲜蜜这个名字 听起来过于凶险 那么可以换一个称呼 沙蚕 其实它是无毒的 而且只吃素还早 我这个炒的事是我们这边做法 是比较新颖的 在我们侠捕很多人来抱荡 来煎荡 别以为海鲜蜜看上去有些吓人 实际上它的肉质绵软细润 口感一一几磅 尤其和韭菜花一起炒 吃起来香喷喷 一个个赞不绝口 在霞浦呢就是有两种海鲜 一种呢就是养殖的 还有呢就是摊土上的海鲜 野生的海鲜特别多 所以呢我们活的都基本上养在缸里 摊土的野生的这一类呢 野生的比较多 在霞浦 鲍鱼和海参也是夜市餐桌上的常客 这家的佛跳墙就是夜市里的招牌菜 佛跳墙呢现在在霞浦呢特别的流行 因为它主要的尊贵的食材都养在霞浦 价格不一样 但总体来讲在霞浦这个食材 这个原料呢不会太贵 不像鲍鱼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贵 在我们这边还好 那像小的这种鲍鱼大概价格 市场上卖多少钱 像这种很便宜啊 十几块钱一斤 十几块钱一斤啊 对对对 像这一种呢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 那现在也就是五六十块钱吧 五六十块钱 对对 也是一斤吗 一斤一斤 那还真是 是 所以呢在霞浦做浦跳墙 它有这些的优势 价格上的优势 佛跳墙通常选用鲍鱼 海参 鱼唇 毛牛皮椒 杏鲍菇 蹄肩 花菇 墨鱼 瑶柱 鸩春蛋等汇聚到一起 加入高汤和福建老酒 稳火微制而成 口感软嫩柔润 浓郁欢香 又昏而不腻 有味中有味 在霞浦的大排档里 如果您觉得海鲜略感寡淡 那这家的蜜汁烧鹅 可谓是宵夜啤酒的绝配 烧鹅色泽金红 甜香味美可口 您看啊 咱们霞浦晚上九点过后 就热闹起来了 是啊 反倒过了饭点 人越来越多了 对 因为这个点啊 他们都出来吃宵夜了 是最具烟火气的 一道风景线了 烧烤是一种 治愈心灵的食物 夜市里的烧烤 总是坐不虚席 我们小五人一到夜里 全部出来了 到处都是美女跟美食 海鲜是一起饭的 像他们家招牌小龙虾呀 还有那个 也就是居的这个 小青龙啊 味道都很好 都很赞 我是比较喜欢小龙虾 小龙虾 然后这个生蚝啊 这些我都是很喜欢 像这家店 我们是经常来 然后像这个知识局 小青龙 我们都是 他们之前是很火的 就是高压锅 能抽盲盒比较吃 今天秀静带我们来的 这家烧烤店 最大的特色就是 进而就拍盲锅 这个就是您自己 喜欢哪一锅 挑哪一锅 然后呢 咱们三锅里面 就有一锅的惊喜 随便选是吗 是的 是的 多少钱一锅 现在一锅只要 五十九块九呢 五十九块九 是的 这四个特色的 便挑是吗 对对对 不到六十元的海鲜锅里 究竟有什么惊喜 等着我们呢 好 马上来了 现在就可以开是吗 是的 等它气饭完了 就直接开 那有没有就知道了 对 看看我们今天的运气 很期待哦 哇 这么多 好多 那我们这个算是中奖了吗 咱们这个 没算中奖 但是海鲜品种 还是比较多的 那中奖应该是什么样的 中奖里头是有一只小青龙的 这么多儿 谢谢大家 看 我们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 走吧 我们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叫泥桥 秀静不愧是海边长大的姑娘 轻松滑起泥桥 和讨小海的大军们打成一片 螃蟹 我找到螃蟹了 直接抬起它就不会咬了 螃蟹 大螃蟹 哇 螃蟹 大螃蟹 哇 好大的一只 今天好有收获 这是什么 海利鱼 秀鱼 哇 这个是什么 海利鱼 对 喜欢吃海利的 所以有海利的地方 可能就会残有这种鱼 哇 这里还有 两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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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两只了 你看 哦 还会跑 跑不了了吧 你看 好有收获 好有收获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晚上做一碗杂鱼 啥都有 在虾浦 潜海滩图面积有104万亩 兼有海洋和陆地的两个生态系统 有着丰富的物种资源 是介于海洋与陆地的隐形宝藏 你看 还挺肥的 你看 这个肉质特别洁白 是吧 一定很好吃 这个就是鲜甜的那种 对 非常鲜甜 我们都是打汤 对 做汤 煮面 看它很有收获 这是什么呀 叫螺 这是什么螺 对啊 这个螺都有大有小 对 来 我看一下 丁螺就是这个呗 对 这个丁螺 那这个呢 这个是海利螺 海利螺 这是海利螺 它都是在岩石这边吗 对 岩石这边有 您过来捡了多长时间了 我刚到不久了 刚到不久捡了这么多 是 很有收获 潮起潮落时间过得很快 秀静虽然意犹未尽 但怎奈潮水将赶海的人们都赶到了岸边 今天秀静的收获如何呢 来了 哇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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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 不要跑 哎呀 这个小的 这个好生猛啊 你看海利 这是海利 海利 对 这个刚才长在那个竹竿上面的 海利 小淡菜 这个就是小淡菜啊 小淡菜 小淡菜颜色很漂亮 对 这个色泽 非常地翠绿 这条鱼 这个是海利鱼 海利鱼 钻下去 对 这个海利鱼 自己钻下去 这几只全是海利鱼 这都是海利鱼 对 今天这个花隔 个儿好大 好大个儿 你看 苦丁螺 苦丁螺 今天这边礁石上也好多这个苦丁螺 我们晚上可以回家清蒸着吃 夜晚的霞浦热闹非凡 身穿霞浦奢俗族民族服装的奢俗美女帅哥们 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刚才我们跳的这段啊 就是霞浦传统的奢俗舞蹈 宁钉舞 怪不得这么热闹 对 非常的欢快 非常的热闹 奢俗不仅有自己的语言 还有服饰 而且他们的美食也是很有特点的 特别像药膳 还有奢俗三宝 都是非常出名的 三宝是什么 我带您到半月里奢俗村寨去看一下 您就知道了 奢俗三宝 是奢俗的传统美食之一 这三宝就是乌米饭 煎叶粽和瓷巴 除了奢俗三宝 奢俗的青草药扇制作技艺也是一绝 青草药扇以防为主 强调胃病先防 根据不同的调理需求 投放入不同的青草药与食材 做出的药扇味道浓郁 在夏季清热养生非常适宜 潮起潮落霞光以利 在霞浦广袤的摊土上 一排排林立的竹竿 一艘艘穿梭的渔船 绘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 霞浦的美景和美食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慕名而来 鱼虾卸背 形态各异 姿态万千 蒸煮油炸 盐焗炭烤 酸辣花椒 怎样保留海鲜烹饪的原汁原味 如何激发海鲜美食的奇妙口感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